一邊一邊 邊喊口號邊拿起手機錄影 不少人高舉台灣獨立 光復香港的旗幟 二號晚間台北Lexy專場外投 直接變成社運現場 台灣去台灣 一群年輕人圍著黑色轎車 表達不滿情緒 車子裡頭的是剛剛結束 專場演出的 中國廣西搖滾樂團回春丹 會讓這麼多人生氣的原因 就是因為原本回春丹 預計二號演出後 四號到六號 要接著參加屏東縣埔 主辦的台灣季音樂節 但在來台之前 卻因為這篇貼文引爆網友怒火 IG寫下從廣西到中國台灣 明天台北開爐劍 文中中國台灣四個字 引起網友不滿 雖然後來緊急刪文 主辦單位仍然宣布取消演出 為了維持我們台灣季 向北的信念 那我們決定取消 回春丹今年的演出 沙亞高亢嗓音 沙亞高亢嗓音 以這首鮮花 讓許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台灣也收過一票粉絲 這次回春丹 發文惹出爭議歌迷這樣看 台灣人也是藝人嘛 他們發言人說我們怎樣 然後他們就封殺他們 那我們現在其實在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覺得主辦人也有自己的考量啦 這細節怎麼樣 歌迷可能比較不知道 中國樂團一襲 中國台灣發言 讓部分台灣人聽了不是滋味 台灣季官方也強調 取消演出是希望除了音樂 至少還有信念 無法撼動 冠廷當馬英九去中國 去見習近平 講到中國的時候會哭的時候 他應該看台灣的名義是什麼 尤其是台灣的年輕人 台灣下一個世代年輕人 名義是什麼 你說回春丹事件 這是最典型的 就是三苦的名言 莫惹高雄人的版本 沒錯 莫惹台灣人 對 但是正好我要跟正你的說法 昨天的年輕人不是氣炸了 是海藩了 回春丹在現場演出 那個時是整個塞爆的狀態 人很多耶 人是滿場的 我們不是要討厭他嗎 而且我有看了非常多 現場的很多朋友錄影出來的畫面 那個是嗨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回春丹上面拿著台獨 台灣獨立情 這些啊 台灣獨立啊 光復香港啊 更酷的事情是 然後合照的時候 後面全部是台獨棋啊 更酷的事情是 最後我們是說 我們團員啊 演出結束 跟大家來大合照 結果有人就拿出了 珍藏儀秀的 小熊維尼的 小熊維尼 然後在現場就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現場畫面嘛對不對 對 然後後來呢 全部大家都在結束之後 我跟你講如果回春丹 你敢把這樣合照 放到你的微博上面的話 我敬你是一條漢子 敬你是一條獨立音樂的漢子 我會分享你的微博 是分享微博 那等你分享這個照片 我還在我的節目上大做說 你回春丹 不歸是獨立樂團 你不要逼他了好不好 他在中國的人生安全會很恐怖 但是呢 昨天這個其實顯示書 是台灣人民 無法接受 你叫我們中國台灣嘛 對照 馬英九現在去中國幹什麼 對 下一頁 中國他跑去了 就是見習近平嘛 結果現在啊 被那個宋文迪 宋文迪很有名 他對於中國的很多解析 有他的觀點嘛 他認為這根本是一趟 緬懷習近平的爸爸 習仲勳之旅 為什麼會這樣講 你看他整趟行程啊 簡單來講 第一趟先到了深圳嘛 深圳呢 可以講說是徐仲勳 後來的 政治復蘇的第一個工作地點 對 這是廣東 廣東是政治復出第一個地點 而深圳是他的後來 在退休之後的長居地 那廣東 為什麼講政治復出第一個地點 因為他幹廣東省委書記 就是在廣東 所以在當時啊 那個鄭小平改革方案 改革方針啊 他算是呢 整個最挺他的人之一啊 後來呢 他跑去哪裡 廣東結束之後 去陝西 陝西是國共內戰 共產黨的老巢嘛 也是習仲勳的老家 也是習仲勳過世之後的身障地嘛 還是習近平插隊七年的地方 就是習近平這個百里三間 十里三間不換 十里三路不換間的地方嘛 對對對 你超會這個梗的喔 對 後來呢 到哪裡 北京 北京就不用講了嘛 習仲勳他人生幹高幹 幹到最爽的就是在北京嘛 當到全國人大常委 第一副委員長 對 而且在讓你吹聲的中共的憲法 對 所以啦 馬英九這趟行叫做 處處參訪習仲勳的生平 對 這是不只是跟習近平致意 是跟習近平的爸爸致意 所以到北京後 習近平可能以接近 Family Friend的老朋友規格 款待 馬英九